西北市三峡凌晨两点多 一名男子跟朋友相约喝酒 酒喝到一半就到屋外讲电话 疑似不声酒力倒在路中央 被后方的车辆撞上 一名女骑士目睹全程 吓得崩溃大哭 而屋内的好友们听到了巨大声响 立刻冲出来查看 发现男子倒在血泊当中 送一后还是宣告不止 黑色秀鱼车行进路口看似正常 但疑似天色昏暗 视线不佳 驾驶并没有察觉 车轮撵过一名最倒在马路上的男子 目睹全程的女骑士简直快吓坏 呆愣在原地崩溃大哭 被撞男子的朋友还在屋内喝酒 听见声响立刻冲出来查看 一都以为是被急车撞 事后女骑士赶紧澄清撞人的不是她 是一辆黑色的休旅车 警方后报后赶到现场 沿路调阅监视器 两个小时内找到驾驶 不过他公称是因为天色昏暗 以为撞到石头 自成以为撞到石头 故直接离开 查正南迟照正常 九色子为零 全案依赵氏逃逸 过失致死 遗请新北地检侦办 虽然紧急送一 但遭撞的男子仍伤众不治 至于驾驶究竟是不是赵氏逃逸 警方还要理清 九一谈成为蠢人 或有关新北报道